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的家庭德瑞 每年到年底最期待的就是各家品牌的新鞋不斷上線 今年最期待的一雙也是目前為止 國外很多鞋評測說 這應該是2025年非常厲害的一雙跑鞋 就是我手上這雙 Adidas 最新推出的 Adios Pro 4 沒錯 大家看到影片的現在呢 Adios Pro 4已經在全台上市了 現在購買呢 是來得及在台北馬拉松可以收到跑鞋的喔 當然如果你要穿新鞋的話 還是需要花點時間去適應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各自斟酌了 但我必須說今年的第四代 跟上一代的Pro 3真的是有感升級 那其實Adios Pro 3一直是一雙好鞋 它出到現在已經兩年半的時間 我自己擁有Pro 3是應該有超過五雙吧 各種不同顏色的 它是一雙我非常喜歡的跑鞋 但這兩年半的期間 它還是有一些跑者穿久了之後 有提醒說可以優化的地方 像是這個鞋帶的前緣啊 有些人可能會穿到後面 覺得很容易磨破皮 然後再加上它這個網布的設計 是比較稍微硬派一點點 雖然包覆性感受很好 但有些人在外側啊 如果你的鞋圈比較寬的 很容易在這邊可能會起水泡 那在後跟的部分 這個地方的縫線啊 也很容易會有一些人跑到後跟 可能會覺得有磨破皮的起水泡的可能 但這些東西 在今年Pro 4全部更新了 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年Adidas的Adios Pro 4 有哪些更新的亮點 接下來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次Adios Pro是有哪些升級的地方 基本上整雙鞋啊 延續了Adios Pro 3 很大部分的優點 像是它一樣是使用這個 Light Strike Pro的中底 那這個中底呢 雖然一樣叫Light Strike Pro 聽起來是一樣的 但它的密度啊 感覺 跟EVO ONE 或是Pro 3 其實是有點不相同的 其實你仔細看我這樣按壓的程度 它的這個軟Q程度啊 相比它的上一代Pro 3 整體的腳感是真的更舒適一些 我自己穿著這雙跑鞋 大概已經跑100公里 有跑間歇 有跑慢跑 也有跑長距離 可以說這雙跑鞋 帶給我的感受上 其實是舒適性升級不少 雖然叫Light Strike Pro 但踩起來 真的舒適性提升很多 那第二個呢 是它的重量 這雙跑鞋呢 重量相比上一代的Pro 3 大約輕了20克左右 我的尺寸呢是JP 26公分 那這雙跑鞋的重量 大約是200克而已 那官方的US9的這個實測 大約是206克 但相比於上一代的這個220克左右的Pro 3 重量呢是有感的降低不少 下一個是它的布面升級 這次的布面升級呢 換了這個叫Light Lock的這個新布面 它這個布面軟Q程度其實是很好的 那舒適程度提升不少 但我覺得它這個交叉網格的設計 編織方式在鞋帶綁很緊的時候 其實你的腳啊包覆效果其實是很不錯的 不會有那種不穩定的情況出現 這次的Pro 4呢 在這個鞋帶部分完全改進了上一代的缺點 為什麼會這樣說 其實往後看一下就可以發現 這一代的鞋舌啊 跟上一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它是完全車縫黏死的 所以你在腳穿進去的情況 你的腳的位置啊 不會直接接觸到這個鞋帶的腳背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這次裡面的鞋舌 其實是完全車縫在一起的 所以它整體的固定性更好之外 你在穿進去的時候 你的腳背不會直接接觸到這個鞋帶的位置 因為上面還有一層鞋舌 跟你的鞋背中間做一個 就是幫你隔絕掉就對了 所以穿起來的舒適性上提升很多 穩定性更好 但是也不會有容易讓你摩擦 產生水泡的這個可能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是要大大的讚許 接下來我講的是大底的部分 這次的大底啊 沒有全掌都是馬牌輪胎的大底 馬牌只剩下前面這一小塊 那其他這個灰色的區域呢 是愛迪達他們自己最新推出的這個Light Traction 那這個輕量的橡膠大底呢 我覺得止滑程度 在跑步的感覺上沒有感覺落差太多 但可以明顯感覺到 是因為橡膠大底只剩下前面這一塊 所以重量上可以得到一點點偷輕的效果 那我自己看了很多國外的評測 跟我自己感受 為什麼這一塊要留馬牌 有很多種說法 有些人說大家還是很喜歡看到馬牌 好像就覺得止滑性很好 但只有這一小塊到底要怎麼止滑 我後來找到一個感覺比較合理的解釋 因為我自己覺得這次馬牌大底在前面的位置 唯一會用到的可能是你在走路突然要煞車的時候擊煞 第一個擊煞的這個點都會在前面這一塊 所以在這個地方加馬牌橡膠 可能大家會覺得心理上覺得真的是煞車程度比較好 但老實說你這樣 在這兩個地方推 還是覺得可能差距我覺得沒有到很明顯 這次的橡膠 愛迪達自己推出的這個新橡膠科技 我覺得是有感的輕量很多 但止滑係數上沒有覺得落差太多 那這一塊呢 我唯一可以幫他解釋 就是我覺得他應該是煞車的時候 用馬牌好像心裡安心不少 講完大底之後旁邊這邊就可以看到這次 一樣是沿用了上一代廣受好評的這個 Energy Ross 2.0的碳纖維推進爪 那這也是愛迪達Pro3、Pro4 跟其他品牌的碳纖版跑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它不是用一體式的碳纖版 它是用這種爪狀的方式 埋藏在三明治夾層中間 這次鞋跟地方的部分也有跟上一代有點小不同 Pro3這邊中間就是一個中空的設計 那防膜的這個位置只有在兩側 那這次Pro4做的是比較包覆完整 在斜跟中間這邊有加入一些填充物 讓你腳跟接觸上會更舒適一點 那材質上我自己覺得也相比上一次舒服很多 它這次的材質更像那種鋪棉 摸起來是很滑順跟肌膚接觸 比較不會有那種摩擦容易摸破皮的可能性 下一個比較特色的地方是今年的Pro4 在上翹的弧度上跟上一代也有很大的不一樣 這次是更參考靠攏了像EVO ONE的那種往上翹的 比較平緩的設計 所以放在地板上看 官方給出的數據 大約是60%左右的位置就會開始前傾 但上一代的Pro3大概是70%才開始前傾 什麼意思呢? 我們比給大家看 當我把兩雙鞋放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像Pro4 它在往前上翹的角度 大概是從這裡就開始 可是Pro3比較明顯大概在這裡位置 才會開始比較弧度大的往上 你知道走樓梯往下的時候 在往下的過程當中 你一次踩三格往下 會覺得 欸!怎麼突然掉下去那麼多 然後大腿衝擊是比較明顯的 這個時候轉換了跑鞋上面的說法 就是它是比較暴力 推進感受比較明顯的 落差比較大 但在Pro4上面呢 會從原本的三格樓梯變成只剩兩格 一樣是有往下 一樣是有加速的感覺 我自己穿著這100公里以來 跑了這麼多課表當中 比較明顯的感覺就是在長距離的時候 穿Pro3你可能會覺得非常戰鬥 然後就算今天你想要慢 但那個配速雖然降了 可是你的跑鞋只要再過了這個 準備往前滾動的點 它就是會把你推往前 但在Pro4上面呢 它就比較不會這麼 突然暴力的被推走的感覺 它就是速度沒有那麼快 它就比較溫的往前 不會有那種 突然速度加速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這一代 Pro4在鞋型上翹的弧度上面 設計上我覺得優化很多 就是你真的在跑的時候 不會覺得它還是這麼難以駕馭 但你要真的加速的時候 它的這個鞋型上翹 雖然看起來比較早開始 但它這個弧度往上 代表你在往前的時候想要快 它還是可以帶給你很好的推進效果 因為你看這邊著地的時候 鞋子已經是到這個位置了 在探爪這個Energy Rust 2.0的幫助下 就可以幫助你持續的 把速度一樣往前帶上去 最重要的是這次的200克腳桿 穿起來真的是非常輕量 後竿的位置可以看到這邊有寫一個39mm 就是它的高度是3.9公分 就是39mm 相比於上一代這個掌根差 這一代只有6mm 所以它沒有這麼明顯的落差感 但這個0.5其實感受很些微 我覺得是它這個弧形的上翹設計 讓它感覺是比較溫馴的往前 不會有突然落差很大的那種感受 所以整體來說它的調性調校 是更好上腳 整體來說相隔兩年半的時間 再重新推出的Adeos Pro 4 整體真的是進步不少 必須講 第一個除了輕量之外 再來是駕馭難度 我覺得也稍微有點下滑一點點 就是不會這麼難以駕馭 穿起來也更加舒適 以往如果你真的覺得上一代太硬彈的話 今年的腳桿應該會讓你驚豔不少 那推進感受上 它這個切腳往後移的設計 就可以讓整體的倒腳更加舒適一些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跑鞋 應該會是2025非常有競爭力的一雙碳板跑鞋 那這次我手上的這個配色呢 也是今年香根異傳最新推出的限定配色 這個整體銀色的色系 搭配香根異傳最經典的紅色 算是它們很經典的一個存在 它在一些小特色的地方 像是鞋底兩隻腳 也分別有兩種不同的形式 一個是比較像是城市 一個是像是在山海當中 兩個形象都是希望可以傳遞 香根異傳這個接力賽的經典成就 而且這次衣服呢 全系列也有像這樣的圖騰 整體呢 搭配起來就會更加的一致 除了這次的Adeos Pro 4之外 它的Boston Adeos 其他鞋款呢 也會相繼推出像這樣的顏色 全家族喔 這次的Adeos Pro 4呢 我覺得在各方面來說 都是一雙非常均衡 而且突出的碳板跑鞋 在這個超級碳板鞋市場 大約7000多塊的價位呢 有些跑鞋呢 可能是在中底調教上 是比較偏硬彈的腳感 所以它的腳感很明確 可能沒有這麼舒適 那有些呢 可能是在推進感受下 有點過度暴力了 那甚至有些是高低差 可能比較明顯 跑起來那個落差很明確 所以Adeos Pro 4啊 在目前的超級跑鞋市場當中 我覺得它的定位來講 算是非常首屈一指的 畢竟它在各方面的均衡數據 都很突出之外 它的重量上也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所以在有些可能比它更高價的跑鞋 或許都還沒有它來得這麼好穿 或是這麼適合在比賽當中來選用 那今年的Adeos Pro 4 我覺得適合的駕馭區間 大概在全馬要挑戰三個半小時以內 大約就是要五分數以內的配速 我覺得穿這雙才會比較有感的 對於你的配速身有幫助 當然如果你想要 配速可能沒有這麼快 但想要穿它來使用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在可能平常一些節奏跑 或間線訓練在穿它來使用 或許會是比較合適的時機 但如果比賽的話 全馬330 半馬105分 應該是對它駕馭的基本門檻 好啦 那我們這次的 Adeos Pro 4全新開箱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的家長隊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大家對於今年的Pro 4有什麼期待 你對於這個配色有什麼新想法 那我們就期待 今年在台北馬拉松跟大家相見 我是你的家長隊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只是一個長小時 我們還是我們開闊用事象 可能 choices 也 distribution 你們可以發現